针对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 连日来 湖南辽宁等省多地人务部 积极组织人务干部 民兵 深入社区 学校 村庄等疫情防控点 进行巡逻执勤 物资装卸配送 重点区域消杀和核酸检测秩序维护等工作 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做到疫情不退 我们不退 坚决打赢防疫这场硬仗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多地人务部门还制定复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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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期发扬部队与伐务部门还制定复录 thirds地人务部门还制定复复伍 进一步发展好现代农业 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